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人漫步在公园步道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感情却比兄弟还要好 左边这位远警 廖维恩被外界称为警戒余文乐 除了有一张招牌明星脸 更有一副好心肠 今年8月 廖维恩在脸书看到 视障身吕冠霖发文 21岁的他因为神经病变 视力只剩下0.02 无法实现当警察的梦想 于是廖维恩在底下留言 想不到小小举动 开启了彼此的缘分 他还蛮乐观 开朗的 然后 也是 见面第一次就 就是聊得还蛮开心 见面后两人一拍即合 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廖维恩除了无私分享 警戒的酸甜苦辣 还会趁着休假 带着冠霖四处游玩 今年9月两人还跑到 宜兰乌石港冲浪 要让视障的冠霖 挑战大海的感觉 就是都不会好像 就是嫌弃我 说什么好像那么笨啊 让我慢慢的就相信 好像只要 给自己信心 就算跌倒了 好像还是可以再爬起来 然后还是有机会 可以冲好浪的感觉 累积许多的鼓励 让吕冠霖对人生燃起希望 带着满心崇拜与感谢 不仅手写卡片 还在脸书发感谢文 谢谢廖维恩哥哥 愿意把他当作 亲身弟弟疼爱 自然的互动 散发浓浓的兄弟情 两个人也在今年11月 正式结拜成兄弟 温暖人心的故事 让不少人看得很感动 UNITV谢宜仙丽小峰 台北报道